家里头有不爱吃鸡蛋和爱吃鸡蛋的都看过来 这三个鸡蛋的新吃法真是惊艳到我了 一道酥脆鸡蛋 菜碗里打入四个自己下的蛋 用你的小手手疯狂搅拌 油热了就把鸡蛋液倒进去 看看这膨胀的鸡蛋花 A面炸完了炸B面 再炸个两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我家天赞满屋的都是鸡蛋的香味 准备一口锅倒入糖醋汁 家里没有糖醋汁的也可以用屏幕上的配料 手的墨胖胖就离在刚才煎好的鸡蛋上 耀龙点睛放芝麻 这做好了半个饭半个面 夹个膜它不像吗 第二道油炸流星蛋 煮开水倒入一勺白醋 端小火就筷子迅速的搅出一个泄污 轻轻的把鸡蛋倒进去 让它在里面待上了三分钟 撈出来这短短的感觉 裹上一层面粉 再裹上一层鸡蛋液 最后裹上面包糠 上油锅里开炸 炸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淋上蛋黄酱一道酥脆流星炸弹完成 水煮蛋要是取腻了 那你就试试这个 炸鸡吃不到吃炸鸡蛋也行啊 我的天哪还是糖性的呢 好吃 第三道鸡蛋小汉堡 煮好的鸡蛋一分为二 放上生菜 西红柿片 香肠片 只剩下我最爱吃的番茄酱 放上另一半鸡蛋 用牙签固定一下 撒点白吃嘛 你要是控制碳水 那就得吃这一个 一口一个两个丢宝 咋样是不是贼简单 有手就行